新加坡一处建筑工地施工时 挖掘出一枚重达100公斤航空弹 相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 发现炸弹的是位于五级芝麻路上段的公寓项目 密林家园建筑工地 新加坡眼前线记者今早走访现场 这枚航空炸弹相信是二战时日军所投下 当年日寇攻打新加坡时曾疯狂轰炸市区 后来日寇从马来亚一路南下 主攻新加坡西北角第五师团打五级班让 第十八师团打五级芝麻 战况异常激烈 这枚航空炸弹可能就在此时投下 新加坡军方判断这枚炸弹无法安全转移 因此必须就地引爆 新加坡眼前线记者看到 今早警方派出不少人员挨家挨户通知 明天将进行引爆 工地周围人们必须疏散 有些商家已贴出 明天全天不营业的通告 附近的加油站今天已经关闭了 不少员工在现场 似乎准备进行安全保护工作 工地附近的多处地点都得疏散人员 包括第154座组屋 提林的历尽中学明天改为居家学习 其他需要疏散的居民包括 李岭、雅兹园、嘉林台、Milkit828等公寓 附近的电屋商家也需疏散 引爆工作进行时 五级芝麻路上段的部分路段将会关闭 所有疏散居民可暂时到 信家凯秀民众俱乐部 等候警方发布可安全回家的通知